上帝不是用我们的前段 上帝是用我们的最后一段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过程 他在训练你 他在磨练你 现在请问你 请问最后一段是哪一段 我不代理一群人 或者我陪伴一群牧师 十年之后有些人还在原地耶 我不懂 那为什么有些人十年之后 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样子 差距在哪里 差距在于他有没有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来讲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最后一大段 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他向三个门徒显现 对不对 第一个门徒叫做玛利亚 因为他是最感性的代表 玛利亚是最感性的代表 第二个向他显现的门徒是多玛 我就知道你们都不记得了 其实我已经不会灰心了 我如果灰心的话 三十年前就灰心了 讲到永远只有讲原记得 弟兄姐妹是记不得的 不过你们也不需要记得 你们只要活出来就好了 第一个叫做多玛 多玛是最理性的人的代表 你很难找到像这么感性的玛利亚 你也很难找到像这么理性的多玛 耶稣向这两个人显现 被约翰记载下来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 你无论多感性 耶稣向你显现 你无论多理性 你知道理性的人不太讲理 你听得懂吗 可见你不是理性的人 或者你的配偶不是理性的人 你的配偶如果是理性的人 你会知道理性的人真难相处 因为最不讲理的就是他 看起来本教会夫妻感情都很好 所以问题不大 第三个显现的就是这一位 他向彼得显现 向彼得显现 因此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终于所托 终于所托是什么呢 终于所托是指 明白上帝对我个人的带领 对我个人的带领 终于所托在今天 当然是指的说 刚才案例的这三位 刚才光州已经祷告了 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祷告 比较不像别的教会的祷告 因为我们教会的祷告 都比较圣洁 比较相视 我们教会的祷告都怪怪的 我们教会的祷告 都好像在讲白话文一样 都把内心的深处讲出来 其实我们很不想按立新长老 你知道吗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 红仓弄进来 我们吵了个半死 终于现在稍微稳定 又来两个 你说还要不要再吵 因为我们是要同心合一 才要做事 那每一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你知道做老板的 跟做高管的想法 永远不一样 做老师的 做医生的 他们的想法也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一起 要服侍主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因此 当我们讲 忠于所托的 对于你们这些 长老直视而言 你们要知道 神要你们做什么 那忠于所托也不只是指 他们忠于所托 是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在有生之年 上帝对我们 注意听 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托付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如果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 你可能会比较不习惯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 听久了 你就会习惯 忠于所托是指 明白上帝在我这个人身上 现阶段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比如你是一个新生儿的妈妈 像小皮吗 是小皮对不对 你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大概他是你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一哭 你就要去抱他 然后你要问他 虽然他不会回答 他是大便了 还是肚子饿了 还是他冷了 还是他发烧了 还是他有问题了 你要忠于所托 这个就是忠于所托 忠于所托是指明白上帝 对我个人在现阶段的带领 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 有一次有一个医生 跟一个投资的专家 请我吃饭 他们两个都年纪比我大 是我传评给他们的 一个是我施洗的 一个是我不在的时候 他说要受洗 我就说赶快找人给你洗 因为谁施洗都一样 因为施洗是圣灵 借着那个人 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 我说谁施洗都一样 他就受洗了 后来他们两个就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的时候 我本来很开心 你知道吗 特别人家请我吃这个 好吃的东西 我就特别高兴 可是我这样灰心 已经三十几年了 就是因为每次吃他都有问题 而且他请我吃的那个东西 抵不上我所花掉的心思 你听得懂吗 这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然后呢 所以那个吃得越好 我越害怕 因为他问题越难 那天吃了一半 他们两个就开始讲说 你长老 我们觉得上帝不是很公平 你看来了吧 他说上帝不是很公平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替他们施洗 我传福音给他们 他说你看你十一岁就信耶稣 但因为他们对我有点认识 你十六岁就在 借菜总会营地奉献做传道 然后你三十二岁 然后你对圣经这么熟悉 所以你活起来很自在 听得懂很自在吗 因为在基督里面就变得很自在 他说你看 我们六十几岁才信耶稣 我们压力有多大 然后呢 而且我们将来在天上存的钱 一定比你还少 讲来讲去 还是有关存款的问题 那他就说 这样是上帝不公平 你知道这种问题 其实是很难回答 后来我边吃 边吃我就 当然把话题扯开 就能不回答就不回答 这种答案也不是那么简单 后来真的没办法 他们说你要回答我们 他是没有讲这句话了 你都把饭吃进去了 对不对 吃人嘴软 你总要给我一点回答吧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其实上帝给我们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 在不同的阶段 学习不同的事情 我说我从小就立志做传道 做传福音的人 我到现在 我当然由我所专的那个部分 可是你们两个 一个是投资的专家 一个是医生 而且是很有名的医生 是很有名的医生 我说你们两个都是 上帝特别让你们在不同的地方学习 只是你们信主比较晚 他说那这样怎么办呢 那你就更好一点 我们就更差一点 后来我就跟他讲 这是神感动我 那天我在讲的时候 神突然感动我 上帝其实不是用我们前段 上帝是要用我们的最后一段 注意定清楚 上帝不是用我们的前段 上帝是用我们的最后一段 因为那个都是一个过程 他在训练你 他在磨练你 他给你好的环境 看你怎么做 他给你不好的环境 看你怎么反应 然后就磨练我 洁净我 然后让我们在过程当中 上帝都用我们最后一段 你知道因为他们两个 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我不要讲他们的背景 我一讲 你可能就会猜到 如果你是对这种事情很了解的人 然后他们两个讲完 他们都不讲话了 不讲话了 我就跟他们说 因为上帝用我们的最后一段 我现在请问你 请问最后一段是哪一段 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最后一段是哪一段 我们不知道 尤其疫情之后 个个有期望 人人有期望 个个没把握 你得的时候 你觉得不怎么样 就挂掉了 你觉得你会死 叶克摩都上了 后来你就活下来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 我们哪一天是最后一段 如果不知道哪一天是最后一段 或者不知道哪一段是最后一段 那我请问你 哪一段是最后一段 就现在嘛 现在是最后一段 就是现在是最后一段 我再跟你们讲一遍 如果经过疫情 你还没有对这个事情 有这么大的认知 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疫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面对无知 面对我们无知的东西 你是没办法有把握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不要讲这么远 我请问你 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不想撞车 车也可能来撞你 对不对 你要怪那个撞的人吗 没有 因为他心肌梗涩 正好撞到你 他有没有想撞你 所以最后一段 你知道这两位 他们都不说话了 为什么 因为一个医生 我就跟他说你在做医生的时候 你是很容易传福音的 比我容易 我传福音叫做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对吗 因为我一定要告诉别人福音好吗 不然我做传道不是就发 就证明我很笨吗 可是一个医生 当他告诉别人说 我除了医你的身体之外 有一个可以医治你心灵的 我请问你病人听不听 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 是社护线专门的外科医生 非常有名 台湾大概最有名的 大概最有名的 他是达文西那个机器手臂 最厉害的台湾的 他每次都跟那个病人说 要开刀了 他不是要寻防吗 对不对 要寻防吗 他就会进行一床一床 因为开刀都同时很多人进去 然后一床一床开 他就跟他说 夜光周 比如这样借用可以吗 没问题 夜光周等一下你就要进去了 希望不要开 对 你有没有什么 还有没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 然后那个病人一定这样说 说医生求你帮我 你等一下一定要帮我的忙 那医生说我当然会帮你 他说你一定要帮我 他说好 那那个医生就一定跟他说 这个医生每次都这样讲 他说这样好不好 他说其实进去之后 我也要请人帮忙 他说我要请人帮忙 结果那病人就吓一跳 他说你不是答应我亲自替我抄刀吗 他说我答应你亲自替你抄刀 但是进去之后呢 我还要找一个人帮忙 然后那个病人就说 为什么 他就说这样好不好 我替你找他帮忙 不如你自己找他帮忙 这样你亲自拜托他 是不是更好一点 然后他就问说是谁 他说是我信的耶稣 他说我进去之后 我为你们开刀的时候 我都会祷告 求他让我的手可以顺利 求他让所有的机器会效力 求他让你知道拿刀的时候 不小心你一讲几号刀 你知道吗 那个护士递错刀了 他一划下去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他说我们都需要一个上帝 在恩典当中让你可以 你的手术可以顺利 然后他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祷告 你看他愿不愿意 没有人不愿意的 比我老王卖瓜更有用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last moment 那个病人都说愿意 所以有一次我去那里 也是看色乎线的时候 他看我过来 叫我坐下来 你坐这边不要动 我就坐这边不要动 医生叫你不要动 你还敢动吗 对不对 他就跑去找另外一个人说 我告诉你来 你是色乎线四骑了 你坐下来 你知道吗 你跟他讲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 所以我就讲起来很容易 因为医生叫他听我的 他就会听我的 我就跟他讲 医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问你 比我一个传道人 是不是对别人更有影响力 那还不说他医治了多少人 那些人都是他 延长生命 或者让他过很快乐的生活 能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忘了 每一个人都有神托付的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律师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教师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高管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老板 你知道你的托付是什么吗 忠于所托 那为什么忠于所托呢 在这段圣经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 约翰福音最后一章 约翰选择了主耶稣去提比利亚海 寻找彼得和他的门徒的一件事 耶稣复活之后 就跟彼得他们约了说到提比利亚海那边 我去那边见你们 他们在那边等他 等了几天 他们就跑去打鱼了 那耶稣为什么这一次又跑去找彼得呢 那是因为耶稣要再告诉他一次 你活着到底要做什么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 其实他们难道不知道耶稣要他们得人如鱼吗 为什么这一次又去找他们 而且彼得为什么重新要需要知道一次呢 因为你知道当人不太清楚或者模糊的时候 如果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带领 你就会很有把握你要做什么 其实彼得他们早在跟随耶稣的时候 就应该要知道一生要做什么 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对彼得而言 他们还是不够清楚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因此主耶稣那一次去世 在最后一次跟他讲得很清楚你的使命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吗 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清楚 不清楚自己使命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去注意眼前的事 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使命或者异象的时候 他就会全心全意关注今生跟眼前的事 对吗 因为眼前总有事一定要你去做 比如说对一个学生而言 有什么事比读书更重要 所以他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 甚至有些妈妈非常喜欢孩子读书的时候 就被他排除万难 让他专心读书 因为读书是他眼前的事 他吃饭是为了读书 睡觉是为了读书 如果你工作或者你有自己事业的人 他眼前的事就是把工作做好 哪有事情把人做好 把事情做好 对于一个工作的人更重要呢 如果你是老板 你一定希望你的员工好好把事情做好 如果你是高阶经理人 你一定要完成你的使命 到了你试婚年龄 我们必须结婚 你要找一个配偶 突然变得很重要 突然变得很重要 甚至我们就忽略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也会眼睛看来看去 我讲结婚前 结婚后就不用看了 这样听得懂吗 回去好好经营你的婚姻 结了婚之后又要成家又要立业 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眼前或者今生的事 如果我们按着年龄按着环境 按着外在给我们的要求跟刺激 我们真的不得不 你其实是不得不 或者你没有意识当中的忙碌于眼前跟今生的事 我们很难说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除非一个人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再讲一遍了 除非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否则别人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别人不要什么你也逃避什么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钱真好 对吗 你们不敢回答对不对 钱好不好 好 一定要说好 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你既然说不好 你家里摆那么多钱干什么 那个告诉他们奉献箱在哪里 那个不用奉献 拿现金过来 我知道你家太多了 写一张支票 汇款进来也可以 钱谁不要呢 可以租大房子 可以开好车子 前不久我们到新加坡去 到新加坡去 那因为是有 有件事情要处理 那我有个朋友住在那边 住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叫我说 我们讲好要去 后来他突然出国了 你知道最好的就是 他把他的车子跟他的司机留给我 我从来没有那个一抠司机就到的感觉 然后呢 你 几百个人在那边 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你叫你的司机的时候 有一种满足感 然后车子开过来的时候 人家会帮你开车门 对不对 进去的时候他还怕你撞到头 还把手挡在那里 然后坐进去 然后就车子开走了 所有人用羡慕的眼光看你 谁不想要这样啊 我第一次感觉到说 I'm somebody 搞了半天那个是别人的车 所以我们一定会这样 但是对彼得而言 他虽然认识主三年半 他也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他也亲眼看到复活的主 但第三节告诉我们 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 在这里记载西门彼得跟那些门徒一起去打鱼 看到这边我们会笑他们说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你们应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为什么这样呢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使命 他们即使得了福音 他们即使得了生命 他们即使得了耶稣基督说 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 可是你知道很多事情他久了 他就忘了 他迷糊了 耶稣复活之后 他就不知道他该做什么 因为他们最会的就是打鱼 你听得懂吗 我们都喜欢做习惯的动作 如果有一个环境你没有意识 那你就会习惯性地做同一个动作 你要知道要养成新习惯是很不容易的 要一直focus在你自己的成长上面 是不容易的 我在十几年前就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写日记是一个反省的过程 写日记 日记不一定是每一天 日记就是你写你生命的记录 是一个成长很重要的 其实早就知道 从小时候就要常常写日记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 你们年纪太轻都没有 我后来知道说 真的那些伟人 这通常都有写日记的 我就开始学写 我问你容易不容易 可是我坚持了十几年 我就发觉我的生命真的有进步 我发觉我真的有反省 我发觉我跟一个人产生了一个状况 我回去再想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下次不要那样做 那不是一次就能解决 可是几年下来 我就竟然再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突然我就hold住了 我就没有那样做 我就发觉我改变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被提醒 你一直搞不清楚 那你会怎么做 你就会习惯性地按照自己 想做的去做 一个不清楚自己使命的人 会全心全意 关注眼前或今生的事 是很正常的 因为既然没有清楚的使命 我们当然先做眼前的事 需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永远不会比紧急的事情 更快占据我们的时间 对吗 但是对一个基督徒而言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为什么 我们会感觉说 为什么这个人信了主 这么久 他的表现还是如此呢 这就是我 你知道我做牧师 我做传道人 已经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然后我带领一群人 或者我陪伴一群牧师 十年之后有些人还在原地 我不懂 那为什么有些人十年之后 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样子 差距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 差距在于他有没有知道 他应该做什么 还是他去放松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不清楚 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个人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不容易把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提升 如果你刚才有听光州的祷告 我祷告 我们的祷告不是他们把事情做好 我问你在教会做这些简单的事情 需要用到他们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 有比他们在社会上的工作更难吗 罗罗在我们这边的工作 有比你在那个 战儒在Chris那边的压力更大吗 不会嘛 不会的 你的总经理跟董事长都在这里 你看到他刹的要死对吗 你看到我们 你根本就没有要理我们好不好 可是我们让他们服侍 或者我们大家一起服侍的目的 不是你的能力 你的能力早早超过这个东西了 是你的意愿 是你的态度 我们的祷告都是你内心 在服侍别人的时候 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 因此 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你带孩子 无论你做别人的工作 你自己做老板 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要你做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 其实我们有一个共通的使命 共通的就是最大公约数 这样听得懂吗 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 最大公约数很奇怪 它竟然是为养主的养 那等一下我会稍微给你讲解这个东西 为养主的养 你如果一知道为养主的养是什么的时候 你的生命突然有了重心 那你说 长老 我不是畜牧业的 我也没有在教会里面做事情 我是一个打工仔 我怎么为养主的养呢 主的养在哪里呢 我们来读15到17节 15到17节 你们念15节 我念16节 然后你们再念17节 预备请 他们吃晚了早餐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会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为养我的羊 一共几次 三次 现在你知道 这个典故了吧 现在不是说 重要的事要讲三次吗 它的来源出处在这里 你以为是现代人发明的 没有是主耶稣发明的 说重要的事要讲三次 在这边 我们看到主耶稣给彼得 一个非常清楚的史名 叫做为养主的养 很多人以为这段圣经 是只给彼得的 我告诉各位 如果只给彼得的 为什么要写给我们看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简单的逻辑 你能接受吗 如果这个是写给彼得的 就是给他个人知道就好了 为什么要记在圣经里面 而且约翰福音是 约翰在解释耶稣 他在解释耶稣 所以最后这三个人 是他特别选出来的 他在讲说耶稣的心 是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第一个显现给极其感性的人 第一个显现给极其感性的人 第二个显现给极其理性的人 第三是写给在最理性 跟最感性的这群人当中 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的使命是什么呢 你的使命就是为养主的养 彼得是为我们所有的人领受这一个使命 就是为养主的养 天主教高举彼得说他第一任的教皇 我其实不会太反对 但是因为我是基督新教的 所以我也不敢说他就是教皇 但是彼得当然有代表性 约翰福音21章 耶稣给彼得这个清楚的使命 是他替我们领受所有给基督徒的 你要知道最后跟到十字架下 很清楚的留在那边 耶稣还把他的妈妈托给他的是谁 是约翰耶 那个否认三次逃跑走跟他背 是彼得 那为什么耶稣在这边就告诉他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他是替我们领受 领受什么 那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信主之后 还要活在这个世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从很年轻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就问我一个问题 既然我都已经拿到门票了 就早点进去就好了嘛 为什么还要活着 我问你们 凭良心说人活得辛苦不辛苦 不辛苦啊 你真是没心没肺耶 你稍微有一点心了 你就知道人活得真的很辛苦 你活得 人活得真的很辛苦 哪里有不辛苦的 环境 对不对 家庭 工作都是我们的辛苦 那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是因为上帝要让我们在地上 学习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 来 意思是说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你到底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还是成为别人的难处 跟你在一起的人是因你得福 还因你得祸 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蒙恩了 我们已经蒙福了 你活着是做什么 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不分职业的 你任何一个工作 刷油器有刷油器的基本动作 对不对 那你们做律师有没有做律师的基本动作 做老师也可以随便教课 也可以认真教课 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 我也可以很认真教 我问你我不认真教又怎么样 我只要该教的论文教了 我该升等我就升等了 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 我们基督徒的主要的目的是 别人跟我在一起有没有从我得福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在讲什么叫做为羊主的羊 的意思是 当我们活在一个当代的时候 别人有没有因为我们而得到好处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不同 如果你还没信主 那当然你就没有为羊主的羊的问题 因为这是给基督徒的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信主的时候 我请问你你的家人信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 那就是你的羊 那就是你的羊 那就是你的要找的对象 如果你信主之后 你是全家信主 有的一生下来 就已经变成基督徒了嘛 李正昨天跟我讲说 他为什么跟他太太 对于他一个人 跟里面还有一个灵魂 这个人跟这个灵魂的关系是什么 还有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俩感觉不一样呢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家庭长大的 李正生下来 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 李正生下来 我就要做传道人了 所以在他而言 他就一直感受得到上帝在他的里面 可是因为他的太太 不是这个背景长大的 所以当他要接受耶稣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东西要再进去 对吗 所以他就有个灵魂的感觉 所以那都是分开来的 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信主 全家都信主的 你到底什么是你的羊呢 谁是你的羊呢 就是你的朋友啊 同事啊 同学啊 如果你是蒙招 就像我这样的 什么蒙招就是 我愿意全时间都传道人 我放下我的工作 我放下我的工作 刚才不是说我们去到 借财总会营地吗 就是过去的主日完了以后 到礼拜二 我们到借财总会营地 你知道我去借财总会营地的时候 我说又感恩又很 心里面很百味杂成了 因为那个是我十六岁 十六岁 我跟神说我要做传道人的那个地方 我在那边跟神说我要做传道人 我跟神说我这一辈子要做传道人 那时候我才高中一年级耶 我以为我后来我就会去念神学院 结果没有 又跑去念大学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我就一直祷告 我以为我会那时候去念神学院 或者就赶快把兵当一当去念神学院 后来又念了研究所 念了研究所之后 我就想说那赶快当完兵回来 我就去当完兵的时候 一直祷告 后来毕业 神没有呼召我 我就去教书 然后去立法院工作去教书 这样又过了七年 后来我才去念神学院 然后才去教会服事 像我这种蒙招的人 我奉献出传道的人 我为养主的养 就是你们啊 我刚才在那边唱诗的时候 你说热情的敬拜吗 对不对 我早上忘了 我早上发觉我没有带手帕 我就跟我太太说 都出来了 忘了带手帕 后来就跟我说怎么办 我说没关系 我去多拿一点卫生纸 这不叫偷吗 我们教会都反物公用 对不对 我就去多放一点卫生纸 在口袋里面 因为等一下唱诗的时候 我一定会流眼泪 今天衣服穿多了 又流汗 对不对 符合你的标准了 就又流眼泪 为什么 因为我跟主说 我在那边唱这个诗歌 我就跟主说 主啊这首诗歌 是你给我们所有的人唱的 可是最应该唱的就是我 我 就是因为我是全时间服侍你的 我是要帮助他们的 我是喂养的 我说如果我不能有这样子的生命 我怎么样能够喂养他们 我如果没有丰富的生命 他们看到我的是什么 我们最近一次在台湾 在台湾举办了一个全球的尼西米导师的会议 就是我们来的都是Pastors Pastors 我们在带Pastors Pastors 那我在牧养他们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slogan 我们常常讲出来 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 领袖是看出来的 可能你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领袖是看出来的呢 就是我要怎么样成为领袖 是因为我看到一个领袖 然后我说我要像他 你要知道 当一个人说我要像他的时候 你会变得慢慢像他 同意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说我要像他的时候 你会慢慢变得像他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要常常 admire 我们要常常这个羡慕 我们要常常去看一些 我们觉得他 他会 我喜欢像他这样 当你喜欢像他这样的时候 你会慢慢像他了 慢慢像他了 因为这个缘故 领袖是看出来的是指 领袖不是教出来的 你不会因为别人教你 你就变成领袖 不是 领袖是你自己看出来的 你看出来说 他还是这样子 我就这样 所以我常常说 人家问我说 你从谁得帮助 我是真的从很多人得帮助 我从这里学一点 这里学一点 我常常跟别人说 你十几年前跟我讲的那句话 对我影响非常大 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你讲的那句话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我有说过吗 对 你不见得记得你有说过 但是我听到了 你不见得你有愿意这样活过 但是我看到了 所以当我们所谓什么叫做喂养主的羊呢 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到有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的活出来 然后别人说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就在喂养主的羊了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喂养主的羊不需要拿钱出来 有的时候要 假如对方很穷的时候 喂养主的羊更多的时候 是我们生命自然的流露 那这种生命自然的流露 到底是出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 那就是与个人使命领受 就是喂养主的羊最有关系的是什么 最有关系的是什么 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喂养主的羊 我们再来读15到17节 来 这次换我念先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 就忧愁 对耶稣说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吗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在这里很多人花时间在想 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他三次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 你喂养我的羊呢 我告诉各位 因为喂养主的羊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它需要有一个前提 你怎么样可以喂养主的羊 你要做一件事情 它一定有一个motivation 或者有一个purpose对不对 有一个动机或者有一个目的对不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会想做什么事 或致力于做哪一件事是有原因的 我请问你最重要让我们想做一件事 或去做什么事情的因素是什么 你们不是念好两遍了吗 是什么 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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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什么 我们就会做什么 我们讨厌什么 我们就躲避什么 爱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你不会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就是爱 爱让我们做我们去做的那件事 很多人不了解 以为完成一个使命是出于责任感 是 责任感很重要 没有责任感 这个人太没有责任感了 也有人以为完成一项目标 是基于一个人的毅力 对毅力很重要 毅力很重要 我因为常常坐飞机 所以我坐飞机的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在飞机上写日记 因为飞机没有人可以干扰你的 对不对 连手机也都无效了 现在最捆绑我们的就是手机 然后现在手机也无效了 所以只好就专心的写日记 你知道我每次专心的写日记 我都得到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就跟我说 自己说你怎么那么笨 你不要只在飞机上写 虽然我一年坐飞机 坐那么多次 其实够我写日记的了 够我写这段时间的那个了 我想有毅力 毅力真的可以完成事情吗 很多人说工作不能完成 他没有精细的计划 对 他没有精细的计划 所以他不会完成 但从主耶稣问彼得的话 我们会知道 一个人会忠于这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爱 我再说一遍 是爱 你爱一个人 你就会让他同意吧 你是不是爱你的孩子 如果你爱 你愿意为他牺牲一切 如果不是爱 很多事情做不起来 所以主耶稣问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因为主耶稣要告诉他说 你的一生当中 有许多的事还会经历 因为当这一次 耶稣跟彼得说完话 一直到彼得离开这个世界 有三十几年 有三十几年 这三十几年 主耶稣要告诉他一件事情 说你爱我吗 如果你爱我 你就会照我所做的去做 如果你爱我 你遇到环境的时候 你就可以忍耐 爱 是让我们继续可以 好好的做的一个驱动力 最大的驱动力是爱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说责任感不重要 其实我做事情很有责任感 我也不是说我毅力不重要 我做事情蛮有毅力的 甚至我做事情有精细的计划 可是光有这一些 我告诉你 你还是服侍不下去 这个人看了就讨厌 我为什么要服侍他 我出于责任感差不多了 那个人我弄了半年 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好了 好了 你再有毅力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人看起来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就不要改变 你有办法吗 算了 我有没有精细的计划 我有没有想过说 第一年怎么样 第二年怎么样 第三年怎么样 比如说 其实我们是有计划的 要把亨达 弄成长老 我们当然有精细的计划 我们让他做这个 做那个 然后他有时候做得好 我们就鼓励他 做不好我们就瞪他 对不对 让他慢慢慢慢慢慢 有计划的 计划当然是有啊 可是如果不是出于爱 我告诉你 坚持不下去的 谁要做这件事啊 如果不是爱就很难 因此主耶稣问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 那今天的问题在这边 主耶稣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那个这些是什么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东西 我花了很多的力气 想耶稣说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结果这些竟然没有写出来是什么 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因为记录的人 他没有把场景写得很仔细 我在立法院工作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麦克风扯掉 因为没有经过麦克风的东西 都不能作为记录 听得懂吗 所以这次大法官不是问他们吗 表决的时候 是看了手还是有记录的 听得懂吗 要按说 李建同意 按夜光之后不同意 所以他有一个标准 我在那边做记录的时候 我在那边做记录的时候 凡是没有透过麦克风的都不记录 因为那个场景没有写 所以大家搞不清楚 可是现场耶稣一定是这样子 来十七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门比的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些是指哪些 耶稣一定有用手指着说 这些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合理不合理 你们对圣经实在不熟 而且你们也不会读圣经 而且你们也不是讲员 对不对 他一定有指个 你爱我比这些 不然我比得 第一句话说 哪些 对不对 那这些 那为什么不写这些呢 我告诉你 我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实在是高兴到不行 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 这些都不一样 懂了吗 当然耶稣有指一个东西 给约翰说 不是 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可是他没有记载下来 今天我们后世的人 看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些都不一样 耶稣有没有可能指着鱼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那如果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他们那天打到153条大鱼 对不对 我们那时间不够了 不然我就告诉你 大鱼真是太有意思了 大鱼不是身形大的鱼 大鱼是指同种类当中最大的鱼 在我们教会聚会要有点水平 中文要好 而且理解能力要强 不然你会很辛苦的 大鱼不是指大的鱼 大鱼是指同种类当中 最大的那几条鱼 所以153条大鱼 因为根据当时的状况 可能格尼沙勒湖加利利海里面 有大概五六种比较常见的鱼 他说153条大鱼的时候 是指这五六种当中 同一种的最大的鱼都进来了 你们知道这个有多困难吗 所以因为大鱼通常都已经 不浮到水面上来了 大鱼都是沉在海里 沉在水里 因为它不用动了 会太动不会吞动了 它通常不出来吃东西了 那为什么会有153条大鱼呢 是因为耶稣口口啊 你听得懂吗 耶稣逼的一生 全部的鱼都出 从加利利海全部都过来 自己钻到网里面去的 一看就知道你们不相信神迹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们才吓坏了 因为比圣经上说 约翰一拉就知道多重 因为他们是渔夫嘛 对不对 一拉他就知道说完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一想 只有耶稣可以做这种事 所以圣经上说 这个船是没有办法 把鱼拉到船上的 才153条 一条鱼船 怎么会放不下153条鱼啊 所以他们是把船 拉到岸上 网都没有上船 因为太重 所以它就移动 移动 移动 拉上去 所以有153条 那为什么153条呢 是因为事后耶稣走了以后 他们说 一定要算一算 我们做了几十年 我们家船的渔夫啊 我们没有看过这么大条的鱼 我们已经洗手 金盆洗手的人 最后一笔干的大票 一定要记下来 你相信我 我这样的推断 应该八九不离死 所以不然谁还要记 153条大鱼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发生到 比约翰记载这件事情 六十年 谁记得六十年 你赚的那笔钱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谁记得六十年前 你赚的那笔台积电呢 那是因为那笔太可怕了 那笔太可怕了 所以耶稣行了这个神经 那我问你 当耶稣跟彼得说 你爱那些鱼还爱我的时候 你觉得彼得会怎么说 不要问彼得 问你就好 你洗完153条大鱼除以七 因为七个人嘛 对不对 那你是老大 那多拿一点好了 耶稣说你爱我 还是爱那个 你知道这句话 是很刺激的事 但如果耶稣不是指的鱼呢 如果耶稣是指的那个 耶稣不是替他们 烤了饼跟鱼吗 如果耶稣指的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指的那个炭火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更难了 因为他们整夜劳力 什么都没有得着什么 是吗 他们什么都没有得着 他们肚子饿了半死 然后一看耶稣 大家都不敢讲话 耶稣说吃吧 他们开始吃 吃完了耶稣说 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爱鱼 因为没有一个人 先叫他耶稣 你们都没有画面感 非方你上来表演 我们教会 前教会最会有画面感的 就是非方 非方每次讲话 都有画面感 我每次讲你们都不笑 你们饿了个半死 然后我弄饭给你们吃 你们得罪我 我弄饭给你们吃 你们也不敢叫我李长老 默默的吃完了 我说光周 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爱 刚才我给你吃的 那你要叫我吐出来吗 你听个懂吗 应该先叫说 李哥好 我说吃吧 他不敢问 所以就先吃 吃完了 耶稣说 你是比较爱刚才吃的 还是比较爱我 那你不是逼我 把刚才吃的进去吐出来吗 我都还没叫你呢 你知道这叫做日用的饮食 你比较爱你日用的饮食 你当下的需要 还是比较爱耶稣 我觉得也很难回答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耶稣假如指的是 那盆炭火的话 那耶稣也有可能指的是什么呢 是打鱼的那些器具 他指的是打鱼的那些器具 他如果指的是打鱼的那些器具 他就是跟彼得说 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喜欢去打鱼 不是 这句话 耶稣问的就是很不合道理 为什么呢 彼得说 我已经为你撇弃了鱼 三年半 我都已经撇弃了打鱼的 我还别了父亲 我跟随你 结果你拿这个来问我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所有人 永远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比较爱我的才能 比较爱我的才干 比较爱我的事业 比较爱我的技术高超 还是比较爱主 你知道 我是学法律的 我的老师真的是 我研究所快毕业的时候 他看了我写的论文 他就跟我说 李建宏 他说我要送你去读 我送你去 而且他那个时候 也是哈佛在台湾的代表 他每一年送一个学生去哈佛 没有不进去的 因为他写的推荐一些 人家就收他 他就跟我说 李建宏我要推荐你去 哈佛念完了回来 接续我的位置 你知道在那个年代 台大的老师位置给谁 就给谁 对吗 他至少他有一定的本事 弄下来 而且我那个老师 是非常有名的 前两年才过世 台湾所有这些读法律的 总统没有不认得他的 他还跟我说 马英九就职完了 立刻驱车到他家里去 就跟他说 老师我来看你了 老师说很好 你好好干 这样 后来干了八年 我的老师很火大 其实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可是我就说 我就去当传道人了 我就当 你猜 假如现在上帝跟我说 你再来一次 回到二十八岁 二十七岁 老师送你去念 回来现在是台大的教授 不过也要退休了 对不对 你猜我怎么说 我们这里有律师 我如果干律师 可能会干得比你们好一点点 有可能 我会不会觉得跟神说 那么早知道就这样 我会何必呢 你知道我现在多可怜吗 这个没什么好比的 如果主耶稣跟我说 李贤 你就不要再讲道了吧 你知道我现在很少讲道 我除了在这边以外 我到宝阳讲道 我在这里讲道 台中一个礼拜堂 我临生南路是欠人家的 你一定要去 我就在四个地方讲道 我其实一定要在台湾 我已经不讲道了 我到国外我也尽量不讲道 我难得讲道一次 我就觉得粉丝很多 然后有人跟我说 我三十年前听过你讲道 哇 你从出江湖了 你知道那多吸引人吗 可是主耶稣跟我说 你比较爱我 让我去做 去做我让你做的事 还是比较喜欢讲道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如果主耶稣指的不是那个渔船 也不是那个渔 也不是那个炭火 是指的那七个不长进的门徒 对不对 所以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 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这些就是做老大 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喜欢做老大 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喜欢别人跟随你 因为彼得 你要知道这段圣经的前面是 彼得说我打鱼去 他们七个门徒说 我们也和你同去 你知道leadership是什么吗 leadership就是领袖或领导的定义是什么 领袖或领导的定义是 你做什么 别人都做什么 你就变成领袖了 知道吗 彼得不是说 我们去打鱼吧 如果他说我们去打鱼吧 他们说好跟你去 这是一种 其实彼得根本没有咬他们 彼得说我打鱼去 他们说我们都跟你同去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你做一件事 你没有空人 可是所有人都跟你做一样的 你叫做天生的领袖 我告诉你彼得就是天生的领袖 如果你研究彼得的一生 彼得就是天生的领袖 耶稣说你愿意为我 放弃 做领袖的能力吗 你比较爱我 还是比较喜欢你领袖的能力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对我而言这四个都不容易 可能对你容易一点点 个人使命的领袖最有关系的 不是你的领袖才能 不是你的财富 不是你那个日用的饮食 每天都有 不是你能够有各样的技能 如果你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最重要的就是爱主 而且耶稣不是说你爱吗 而是你爱我吗 弟兄姐妹 我是一个老传道 老传道 老传道 你们当中有些人是某个专业很老的 如果你要知道某个专业已经到很老 经历非常丰富的时候 我碰过几个做同一个行业做了几十年的那些人 他看年轻人 他看年轻进来这一行的人 他轻轻一点拨 只要那个人肯学就进步很多 对吧 所以这种老传道 其实是有一点点东西的 如果你问我这个老传道 我会告诉你 我要牧羊羊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就是我爱主不爱主 要我爱你 不用了啦 你并不可爱 要我服侍你 我没叫你服侍我 我已经很客气了 这凭什么我服侍你 我跟别人讨论事情 明明他错 我也不能骂他 对吗 而且有的时候我教一个人 我帮助一个人 他以为我是要责备他 我不是 我如果现在不抓住你这一点 弄你一下 你以为你逃过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告诉你对你没好处 因为我是个老传道 我知道什么叫做诡诈 我知道什么叫做贪心 我知道什么叫做虚荣 我知道什么叫做骄傲 我知道什么叫做嫉妒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 就闻出那个味道 我如果不爱主 我根本不要理你 因为你是你家的事 我是我家的事 我是因为不得已 因为神呼召到我了 我又爱主 所以我就坐了下来 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要 你要把牧羊主的羊 喂羊主的羊 你要做得好 原因是你爱不爱主 昨天我亲家亲家母到我家 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就跟他说 我就真的跟他讲 我说你要常来 常来 我另外一个亲家亲家母 来台湾 来台北最喜欢来我们家 我是真的爱他 然后我就跟 可能论跟我说 你亲家跟亲家母 来台北住你家 我说对啊 我高兴得不得了 有人说 还有让亲家跟亲家母住你家的 你的儿子女儿都已经搬走了 亲家跟亲家母不容易相处吧 你听个懂吗 你的儿子娶了我的女儿 我真衰啊 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还让你住我家啊 你不会住旅馆啊 可是不是 可是是因为我真的爱他吗 不是 是因为我爱主 我爱主以后 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哦 听个懂我在讲什么吗 当你爱主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每一只羊都很可爱 虽然它很可恶 可是因为你爱主 然后主爱他 你就发觉都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 这约翰福音21章 是非常有名的一章啊 是我们基督徒 如果你要好好的活着 所以我很坦然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骂人 反正骂到他没有路走 我告诉你 我凭着良心告诉你 我是因为爱他 我是因为爱主 不然我犯不着跟你这样 跟你这样闹 我还剁了我的名声呢 跟你这样闹 我还看低了我自己呢 你看 我只讲话错外话 都是很真实的嘛 对不对 可是那我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 很多人跟我说 李长老你年纪大了 不要再这样子飞了 你飞到那个国家去 搞了个半死 就带了几个人 真的 有一次都神诸牧师 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你为什么要去陪那些 星座船道的 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这个老船道 知道星船道 最危险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我如果拉他过一关 他就省三年 我如果拉得快一点 他就省十年 一个人有几个十年 可是我只是飞过去而已 他就可以省十年 但是问题是省十年 我身体损失 所以若非爱主怎么可能 最后 结束了 使命的领受 通常跟他人无关 因为我们都是说人比人 怎么样 气死人 来看看人比人吧 来我们一起来念 二十到二十 领受 预备 请 彼得转过来 就是在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胸膛 主啊 看彼得是谁的 那 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 那真的很好笑 耶稣跟彼得讲话 你都要知道 那天有七个门徒 耶稣谁都没说话 就跟彼得弄了个半天 彼得终于懂了 懂了就说 好啦 那我一定会爱你啦 那我爱你啦 我爱你啦 我会牧养你的仰灰 都一看就看到约翰 对不对 不比你都愿意 一比你就不愿意 我做传道我好好的 可是我一回头看 饭嚼 你听得懂吗 我更想做饭嚼啊 我更想啊 我们不比的时候都没问题 一比就是为什么 可是耶稣跟他说 我如果要这样做 与你何干 其实耶稣没有说 约翰会等到他 他只是说 我要怎么做是我的事嘛 我已经告诉你这样做 那就是你的事了 听得懂吗 张哼他 圣康 你们可以说很荣幸 被选上做长老 可是我告诉你 做长老不是很好玩的事 而且 我们长老在一起吵架的时候还蛮凶的 意见不一样 然后觉得他老顶我 为什么 可是 跟别人没关系 这是你的事 今天案例的长老是你的事 我到 前两天 因为大家在说什么 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 你们真没看到我头发多的时候 你们还以为我天生这样 都是为了爱主才变成这样 我就回去找我年轻的时候 就我一翻开我的照相簿以后 那个我被暗立的过程 我被暗立 我被暗立做长老的过程 我突然看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别人没关系 神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 你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 如果你想要好好服侍主 如果你好好要喂养主的养 那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因为你过了一关又一关 过了一关又一关 不然的话你怎么会 Purify呢 或者用被动的 你怎么可能被成圣呢 所以这是个过程 求主让我们知道 你领受我的使命 喂养主的养 你的养可能好喂养 我的养可能不好喂养 你与我何干 耶稣说 你跟从我吧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愿意跟从你 我们愿意说 主啊你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